大家好, 今天又是茶餘饭喉 歡迎大家收看逢星期三、星期五的茶餘饭喉 又見到我超超和羅船長 Wanno 今天多了超超來客串 超超今天帶我們去看大灣區 離開大灣區 我們今天就去東南亞 我們一帶一路 是呀, 今天就跟大家說一說一帶一路 羅船長, 我知道你一路這麼多年來 都是遊走於一帶一路的國家 你都去了很多不同的地方, 有沒有跟我們說去哪裏 是呀, 為什麼我對一帶一路 其實2015年已經是開始走整個一帶一路 一帶一路, 我們叫大來講 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最重要的是泛亞 泛亞就是沿海一帶 沿海一帶的話 我們就看回中國的國策 東南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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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中國來說是一個很戰略性的地方 對中國來說是一個很戰略性的地方 他也看到中國為什麼要發展一帶一路呢 阿John 我們看看一帶一路的地方 這張圖是對的了 你可以出這張圖給大家看看 戰略性來說 我們看到有一艘船 有一艘船來說 如果我們中國要打破 我們叫做向西面下去美國 我們就最簡單來說 我們現在是離開美國的方向 我們跟貿易的 產生跟東南亞 結盟 也能夠將我們的貿易 能夠打通到 去到 印度洋 去到歐洲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水域 所以中國的資金 或者中國的投資 沿著一帶一路就下了 那他們下到哪裏呢 整個東南亞來說 我們叫做東盟 大家John可以看看東盟 中盟是怎樣的組成 看看中盟 東盟來說 你看到 橫跨著整個南中國海 就是馬來西亞 然後我們最外面就是菲律賓 然後我們在內陸邊 看到是越南 越南來說 在南中國海 一條海岸線很長 越南背後就是柬埔寨 和泰國 老窩 緬甸 再上去 再上去後面就是 我們說的是緬甸那邊的地方 我們看到 泛亞鐵路 或者什麼 其實中國都很有部署 為什麼來講 就是 所有的鐵路才行 我們看到 我們國內的高鐵 非常之 有些靈利 這是一個我們叫做 輸出 輸出 輸出是什麼意思呢 輸出是我們將我們最成功的中國品牌 就是現在我們 講的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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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的是鐵路 所以一帶一路來講 就是向著西面 鐵路方面 我們叫做 在北面有鐵路 南邊 除了海岸線之外 在東南亞 都有很多鐵路 那條快亞鐵路 去到泰國 再到馬來西亞 再到新加坡 阿John 看看 用三個小時 原來可以通過 整個 叫做 東南亞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這麼大 戰略性的 部署 中國未來 可能是十年 至二十年 我們在香港 當然 沒有理由執書 我以為大灣區 就說 跟你去 飲飲飾 想不到 一帶一路 羅船長 你也是很熟悉的 是啊 所以我們完全是了解 整個環球經濟的國情 我們看到一二三四五的先後次序 我們先去做事 當年來講 剛剛在一帶一路的時候 2015年的一帶一路的時候 我們會到訪一些 其實我已經開始離開了香港 因為當時也是在做土地 我們離開香港 我們走訪去什麼呢 我們現在在坊間好賣了很多 大家可以看到一個圖片 就是吉隆坡 吉隆坡 吉隆坡 給吉隆坡 看看 吉隆坡 吉隆坡 雙子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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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叫做首都 為什麼我們這麼注重 要買 我們叫做 投資物業 一定要找彈簧區 彈簧區一定要找首都 我們大灣區找什麼呢 找深圳 找廣州 這些叫做 就是我們的核心地段 核心地段還要找彈簧區 彈簧區 剛才叫吉隆坡 是吧 我們去到來說 我們搜尋了 我們都是說地皮 投資項目 和當地的華人 John 給你當地的華人 看到你去哪裏都是飲食的 後面有很多拿督 很多有能力的人 當地人 當時我們都是整合一些項目 我們當時我們都是說 JV JV就是由當地人出土地 而我們可以找中國的發展商 而中國的建築隊 拿起來的時候 我們當中間拍攝的時候 就撮合了幾個派對 也有很多朋友進來了 Vincent 麥Sir 還有超級粉絲 Johnny 沒錯 歡迎大家 今天和羅船長 會帶大家去到馬來西亞 和大家遊走幾個國家 尤其是馬來西亞 馬沙巴 柬埔寨 首先我們最重要 各位超級粉絲 就是 做一個指定動作 如果繼續支持我們的影片 就在下面有個按鈕 左下角有個分享 大家記得 分享給你自己的好朋友 或者是相關的朋友圈 朋友圈 專業 可以令我們的節目更加延續下去 和大家繼續遊走多些地方 是的 那大家做了指定動作沒有? 大家有沒有按個讚來看 按個讚來看 按個讚就是藍色的手指公 沒錯 還有分享 按個分享 就可以分享到我們其他的頻道 和WhatsApp 我們實時做了這個動作 為什麼我們想把好東西 不要說靜靜自己說 分享給別人 沒錯 好 我們去到當地 我們很多 我們叫做當地的華人 都是我們的村針引線 亦都去到當地的大業主 大機構 我們就看看 阿翔繼續下一幅圖 你看到我們走很多項目 還有做很多項目 我發覺 阿超超 原來我們所有的客員 其實都是中國客員 發展商都是中國 建築商都是中國 原來是所有中國建築的技術 已經是世界級了 沒錯 因為中國一帶一路的倡議 亦都帶動了東南亞一帶的經濟發展 剛才羅旋祖也說到 東盟十國 東盟十國的成員 大家在這裡很快地高呼一次 就是有這個 有多少個 阿超超你講 看到的超超就想到柬埔寨 當然是柬埔寨 宇南 魯窩 緬甸 緬甸 菲律賓 印度尼西亞 泰國 新加坡 還有嗎?不要讀樓 新加坡 新加坡 還有其他有些小的 我們來講 剛才的圖叫東盟列國 其實都是這樣說 大家追了在這裡 大家互相協調 是的 互相協調 譬如說柬埔寨 大家想起柬埔寨 可能想起以前一些 過往不太開心的歷史 或者戰亂 其實柬埔寨在97年 已經正式加入了東盟 這個可以說是 為柬埔寨的和平發展 和穩定 帶出了一個新的台階 其實原來現在數一數 今年都是柬埔寨入東盟的21周年 是的 我們在講柬埔寨之前 我們先給大家一個基本的概念 Eric也進來了 是的 是的 OK 多謝各位支持 多謝各位支持 沒錯 我們拿一些概念的情況之下 為什麼呢? 很多時候我們看到 有馬來西亞 剛才我們這樣說 我們去看馬來西亞的土地 看馬來西亞的哥爾夫球場 也去到越南 我都去到越南 2013年、2014年的時候 我都去到越南 胡志明市 法國那裡都是非常之活躍 當地的華人 都已經是第一波 已經在炒房地產 已經在做房地產 也都是賺了一定的升幅 而我們看回來說 柬埔寨也是和中國非常之友好 是的 沒錯 說到柬埔寨 去年是柬埔寨來算 雖然也是受疫情的影響 其實去年柬埔寨是一個好消息 可以說是最好的消息 就是2020年的10月 跟中國簽訂了雙邊的貿易自由貿易協定 這也是為柬埔寨的貿易更推上一個新的台階 而洪森總理也是作出了一個高度的評價 可以說這個是好東西來的 因為這個雙邊的貿易協定 是會為這個最終是希望實現柬埔寨和中國的零關稅 是更加走近一步 我今早也做了一些資料搜集 就是柬埔寨出口去中國的產品 可以說是有97%的零關稅 而這個 阿John可以給一幅圖 給外長和這個 沒錯 黃毅和洪森總理 那天正在簽訂雙邊的貿易協定 譬如柬埔寨去中國的產品 包括有農產品 還有一些電子業 紡織業 衣服 而中國通常輸入柬埔寨的 例如有些交通工具 二手車 很多商貿的東西 一些紡織品 亦是雙邊有一個零關稅的協定 所以這個柬埔寨來的 也是更加促進了貿易的發展 為什麼呢 阿超超對柬埔寨 相信他們的資訊 就非常了得了 即是到肉 但如果我在一個投資 或者一個項目發展方面來講 我會怎樣去取捨 我們講一下投資 我們怎樣去取捨 我們看到整個東南亞 因為我們怎樣去東南亞 或者我們看到東盟十國 我們怎樣去看每一個國家 每一個國家的利點和優勢 我們看到整個東南亞 其實最有最具影響力 都是中國影響它 對 所以減肥價也是較為沉重 這個跟越南可能有些不同的地方 雖然它是很接近的 所以我們要分析一件事 我們要看一件事 投資來說 我們在講投資 都是十年八載或者二十年 所以我們先走一步 我們會想一件事 我們想一件事 那個政局穩定是最重要 還有就是跟中國有一個長久的合作關係 穩定的合作關係 我們的穩定的合作關係是最重要的 所以當初來講 雖然很多的東南亞地方 可能賣的價錢 或者泰國 或者是越南 或者是菲律賓 或者哪怕是馬來西亞 其實它的土地也很便宜 你說裡面的房屋也很便宜 John 你看看 戈爾夫球場 也有些土地的東西 我們計算過之後 我發覺 在另一個層面來講 我看一看增長 雖然大家都很便宜 很便宜 很便宜是否代表最有價值 不是便宜是代表有價值 我經常講 你的增速要很快 我們經常講 時光最寶貴 投資三至五年已經升值三倍 或者升值一倍 很便宜 十年都是很便宜 二十年都是很便宜 那就大件事了 這件事可以放心 因為柬埔寨近七八年的經濟增長 GDP 亦可以說是跑贏大市 是持續七年的7% 好像去年 除了簽訂中國雙邊貿易協議 John有個石油的圖片 我和大家看看 在去年2020年 柬埔寨開採了第一滴石油 就是在柬埔寨的潛羅灣 有石油嗎 沒錯 有石油 所以亦有一些貿易協議 形容柬埔寨將會是下一個杜拜 是否下一個杜拜 真的不知道 當然我也期待 亦有一些數字說 應該這個石油開採了九年之後 應該可以為柬埔寨創造3.9億美元的收入 真的聽見很開心 3.9億 你看到其實我們南中國海 其實我們所說的是什麼呢 其實是在越南對出的海域裡面 沙巴或者是隔離 隔離那個叫做文內 是 那他們 你問來什麼 出石油的 沙巴也是出石油的 你看到沙巴裡面 看到那些油股油 其實整個那個板塊裡面 其實都是一個石油的罐來的 所以來說 亦都是開採的資源 非常豐富 對不對 哪個國家去開採 解無就好像說 都中國幫手去開採 是啊 沒錯 我們看回來講 剛才我們說回延歸正傳 為什麼我們這麼多國家 剛才我們說的 就是我們衡量一件事 我們投資來講 就算是項目來講 就算是發展商 就是這樣說 我們看到是很有前景 但是每一樣東西是比較的速度 在東南亞裡面 每一個國家 我就投資 我就拿一筆的錢 我在很短時間 要最增速 所以我看回來講 我們去雲越南 去雲菲律賓 還有馬來西亞 發現原來那個增速 是剛才超超所說的 最增速最大 是這個什麼 是這個柬埔寨 是啊 Eric等了 都來了 Eric等了 幾次了 Eric最近有些新發展 是不是啊 那裡想做發展商 恭喜你 那裡想買一間酒店 誰知那個 是的 疫情 疫情前 不過Eric也有很多新的發展 Hello Eric 大家好 很多老朋友 因為今天這個題目 大家都很有興趣 很有興趣 很有興趣 我們看到 其實我們發現 另外一個環境因素 大家可以看到 環境因素是什麼呢 其實我們的政局 剛才我所說是政局穩定 除了GDP要增長7%以上高增長之外 要持續 還有另外一個要政治穩定 那你發覺東南亞所有的國家 它的客戶群 其實全部都不望這個是中國的 是 那麼它就看客人由中國下來 而產生 無論是旅遊業 或者房地產 都是產生它的那種貢獻 是啊 沒錯 而我們發覺很多時候 我們叫 跟中國有關係 其實都有親疏 所以我們建議到 譬如好像可能 菲律賓的時候 中國都有投資的 但可能政府和政府之間 大家都在談其他事情 那麼 中國政府和越南都有投資越南的 但是越南政府又和中國政府 又在政策方面 又有一點點分歧 那麼這件事情 如果投資柬埔寨 首先在政局方面 可以說是給大家一個強心針 那麼中國和柬埔寨 基本上是非常之友好的 也都和洪森政府 其實是近這十幾二十年 你對於柬埔寨的安定 也作出了很大的貢獻 那麼大家就完全不需要擔心 那個政局 那麼好 所以呢 所以我看到你有喉盾支撐的話 所以我就這麼說 看完這麼多國家 我覺得柬埔寨也是一個 等於我們大灣區先入手 柬埔寨都在我們一帶一路裡面 第一個地方裡面 都是要先入手 好 入完手之後 再看看其他 我們水向低流 那麼你進不完手 就慢慢再分去其他地方 那就是一個很精明的大灣區投資 對吧 Ronald 說到 이政局 由於大家都知道柬埔寨以前是 射戰的時候經過了一些戰戀 剛剛是 當時亦都是 所以變了現在來說 人口非常之年輕 人口非常之年輕 他們的成均年齡只有27歲 27歲 而你27歲 喂 Ronald 你27歲還在做什麼 27歲當然是周遊列國 27歲我們做了很多很充實的事 27歲我們已經是走訪整個中國 因為27歲28歲這個年齡非常有活力 可能有些是剛剛讀書出來做了一兩年 準備成加納室 所以柬埔寨的人口非常年輕 平均年齡就是27至28歲 所以大家看到有機會去到柬埔寨 就見到很多年輕人 他們也是追求時尚 追求生活品味 也是消費不低的 這是時候讓我們看看柬埔寨的市面好嗎 不是還沒市面 我們看回來說 其實柬埔寨為什麼會這麼好 這麼好的話呢 剛才Johnson我們看看柬埔寨的經濟 經濟我們先在頂層 裏面的街道那些我們再下去看看怎麼看 我們看看人口的 看看我們看回 柬埔寨其實來講 就在一帶一路看回 John 給點小圖 一帶一路其實整個東南亞都協助做這個一帶一路 好像馬來西亞都說好像是鐵鐵路都不通 所以這些政局這麼動蕩 我們也是這樣說 都是找回跟中國一個長期合作的 大家看看局部 就是看到這個人口結構圖 這個就是出這個人口結構圖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人口結構圖 其實你看到全部來講 基本上平均年齡大約是27歲左右 一直都是這樣上升的 教育程度來講是一直激增的 隔壁那幅細圖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那個教育程度 是因為他受到現代教育 全部都是新增的人口 所以他的教育程度是激增的 這個年齡 另外就是平均年齡隔壁那裏 柬埔寨人口多少 一千七百萬 等於一個深圳的 深圳的 一個深圳的 深圳的人口 深圳的人口 還有很多的 歡迎很多的外來的投資者 減號炸金非常有活力 年輕化 因為年輕人都可以花錢 所以那邊做生意都不錯 可以說 也是這個 美元 以美元為一個主要的貨幣 還有一件事 其實我為甚麼呢 其實柬埔寨我留意了很久 為甚麼呢 因為我們本身來講 我們香港做投資的 我們都是 對接頂層的投資人士 很多時候我們見到很多的 Purvet Brand 很多的有錢人 其實柬埔寨我們現在好像報紙 好像經常報道 在我們五年前的時候 有誰會說柬埔寨 全部是那些大公司裡面的頂級人士 還有專業人士 匯計師 IBAN 為甚麼那些人要那麼著重柬埔寨那邊投資 你明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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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件事 其實我們永遠做事在頂層才知道下面的 一直分流下去的 那你見到瑞士為甚麼那麼多人去放錢到瑞士呢 因為是一個第三方 即是第三方 不容易去查到他的錢 是啊是啊 挺怕淡錯 這件事重要了 這件事重要了 我們要明白 我們要明白 這個是為甚麼 柬埔寨會突然間會有那麼多有錢人 或者那麼多外商 或者那麼多藏富於柬埔寨 其實因為一個CRS 其實因為一個CRS CRS那裏為甚麼呢 我們的全球通報 中國都是在這個位置上的 連瑞士都現在參加了全球通報 即是說你瑞士銀行有多少錢呢 其實所有的國家是查到你的戶口有多少錢的 而我們為甚麼那麼多有錢人都要去柬埔寨呢 因為這個柬埔寨本身是沒有 未參加這個CRS的 所以也都迎合了很多的 不同的各方的財富了 財富就湧入去柬埔寨 所以我們看到 其實我們投資是講大方向的 不是說人買你買 所以真的很多 在柬埔寨是看到很多銀行的 基本上好像是 阿莊給你一張銀行看看 我看到錢來錢去 我們數一數 柬埔寨有多少銀行 我們跟著出的照片 這張可以了 看看數一數柬柬埔寨 因為我們看到 其實所有我們認識的 就算是正式的VTEL銀行 iBand 所有銀行 其實全部進去 為甚麼還有很多基金去柬埔寨 因為基金是管錢的 是啊 管錢的 那錢來講呢 大家看到那些銀行都是很熟悉的 大家都是熟一熟的 是啊 大家可以看 看多兩眼 看多兩眼 數一下那些 全部進去 所以我們第一批去 第一批去 以前的一部就是做工業的 那些廠家去而已 跟著日本人 台灣人 他們因為 他們的資金都向外走的 哪裏有錢賺就去哪裏 跟著第二批就是銀行界 和的國頂層的人 現在已經有很多PIVOT BAND 已經過去了 或者是一些金融財進 可以說 通常他們都會進入一些甲級寫字樓 例如安達 和Rosewood Hotel 柬埔寨最美的加華銀行的建築 大家可以看到 是吧 大家看到這個就是安達中心 這個寫字樓只租不買 下一張 大家看到這個也是一個地標 就是這個加華銀行 加華銀行就是柬埔寨的首庫 是不是首庫 我不知道 我未見過他的銀子就知道很多 就是這個方橋生的加華銀行 亦都是有張軟一點的 可以看到加華銀行 可以臨立於大家的前面 加華銀行亦都是幫助柬埔寨 做這個鑽石島 其實我們去每一個地方投資 首先我們看一個叫做有什麼機會 機會剛才我們說了 CR1S 甚至有很多有錢人 或者頂端的人 全部都去了那個位置 是 然後你看到我們跟著有錢人去的地方 其實沒有執書了 是 產生了財富效應 另切到街道裏面 超小的 你看到經常都看到很多 我看到很多照片 可以大家一邊看一看 OK 看完加華銀行 大家看到現在這個就是一個 好像是鞋子的 好像是眼鏡蛇的 可能不知道是不是風水浸 是嗎 這個也是一個安達 好了 接著去到下一張 就看到柬埔寨的漂亮車 真的很多 這些Rose Royce 可以說是很多 你通街都是勞斯萊斯 Porsche 所以我們 阿Wanna去到 你這麼喜歡開餐 是不是很開心 是嗎 是嗎 我看到其實財富效應 令到 其實我們這樣說 因為那裡其實 財富不會只是拿些錢去擺埋 財富的錢是要投資的 所以那些財富 那些聰明人 就拿些錢 其實他也是搞旺了 整個我們叫金邊 也是整個柬埔寨的基建 投入了他的基建發展 阿Wanna你這麼喜歡 買車位 可以遲些去柬埔寨 是呀 再建一個停車場 肯定好生意 因為那邊的人 真的很喜歡 這件事 我們先不要說這麼快 小豬你經常說 透露這麼多的商業秘密 我們自己開會裡面說的話 你就說出街 這樣不行 不是叫Eric等在這裡 Eric等 收藏一些東西 行不行 我們在說柬埔寨 怎麼去投資環境 是造就了 其實我要明白一件事 不要別人說你 我們要宏觀去看 先看微觀 是嗎 我們說投資來講 我們說投資是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 如果方向正確的 不要理會 錢放在這裡 怎麼都會升 對不對 超長 我們再看看 剛才說到宏觀 我們在這張照片 我在柬埔寨一個 Rollsuit Hotel 拍到柬埔寨金邊的全景 大家可以看到 看到一枝枝的高樓 也是在興建的 其實好像十幾二十年前的深圳 大家可以看到 好像東莞 我當然可以看到 也看到一枝枝的高樓出現 前面看到 其實柬埔寨有很多靚車 例如4S店 有很多 你能夠提出的名車款式 也是會有的 那邊也帶動了很多年輕人 或者他們的家庭 由於柬埔寨已經安定了二十多年 經濟增長很高 例如EON 大家知道EON也是中上產的消費 不說不知EON已經升到第三期 EONMORE也是升到第三個 有機會可以過去吃東西 買東西也不錯 如果我們在說 整個投資環境 我們現在叫做就了 我們叫做很多銀行 銀行去到 是不是 跟著來說銀行 我們就看回來說 其實很多時候我們說 那麼多的建築商 全部都是中國的建築商 台灣的建築商 日本的建築商 日本的投資社來說 其實都是在解剖寨的金邊 其實都是造就了一起的建設 沒錯 其實近年 反而是近年六七年 譬如中國的發展商 或者一些建築隊 帶資過去投資 其實大約在十幾年前 主要都是像你所說 地段中的核心 那麼首都 一定是不能輸的 那麼首都之中的最核心 那麼我考考你 在哪裡呢 Wono 首都中間最核心 最核心的地方 我們很簡單而已 我們認住那個國家的元首 那個國家的元首 如果有些地標式的 它好像我們 是不是很重要 是不是成立國家的時候 是不是有些紀念碑 是啊 還有一個叫獨立紀念碑 如果有獨立紀念碑 我們國家成功的地方 然後又有國王的名字 那條街道 然後又有 手連不到 是不是 然後有些皇宮是在隔壁的 那你說 那條街是不是很棒 沒錯 其實Wono 啊 Mark Sir比你快 被Mark Sir搶答了 Mark Sir立刻說 西哈魯克大洞 其實呢 我是這個 為什麼呢 他現在給了一些提示 不是 其實我是做一些互動的 大佬 Mark Sir 我想最大眾有獎 一份獎 唯有給了Mark Sir 也沒說 沒錯 其實就是這個 簡回宅的西哈魯克大島 差不多等於我們香港的 中環的皇后大道中 是的 以國王命名 當然 如果是西哈魯克大島的建築物 當然是這個 帝王中的帝王 是啊 真的這麼說 你有錢也買不回來的 為什麼呢 又有最富貴的第一個賭場 我們的賭場在哪裡 是吧 我們香港的上市公司 金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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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有這個什麼呢 有皇宮戶住 嗯 跟著來說 又有一個獨立紀念碑 是 跟著來說 還有一些我們叫做 在這條道路上面 其實建立任何建築物 很多林事館 建立任何建築物 其實都是富貴的 如果不是的話 其實在這條道路的外圍 其實我們在說 都是在這條道路下面 一直遞減下去 所以位置是非常之好 沒錯 我們說了這麼多了 不如叫John 給這條片 我們由空中 立刻看一看 西海老闆大道 由空中 我們整個東南亞飛下去 看看我們的位置如何 好久不見了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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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鑽石島就說這個島就是柬埔寨的鑽石這麼精怪 也是一個柬埔寨可以說是面向國際的一個島嶼 所以鑽石島顧名思義就真的要在國際辭明 如果一個河目鑽石島就真的不錯 是啊 所以我們跟我們行下 你是不是這樣說 我們無論是大灣區也不是核心 是核心裡面的鹹蛋 是不是這樣說 在一帶一路裡面我們都要更加精明 怎樣去精明呢 在這麼多雲雲這麼多國家裡面 我都要找到最高增長的 還有要最穩定的 剛才說到高增長 這裡阿超超今天有些數字可以給大家 好像在CBRE今年2021年第一個季度 對於柬埔寨的房地產市場作出了一個報告 在今年疫情大家都知道了 都是籠罩著一片疫情 當然發展團隊或者興建的樓宇都有點阻滑 或者是拖慢了 其實柬埔寨金邊在公寓的售價和租金 是不跌反升的 當然不是升得很快 但也是有升的 好像今年的季度 第一個季度 高端公寓的租金都是上漲了1.7% 而中端公寓也是上漲了1.3% 而經濟老百姓的公寓也是上漲了5.4% 當然啦 老百姓原來不是耕田的 老百姓是掘金的 老百姓是掘石油的 如果老百姓是掘石油掘金的話 我們中國就非常之好 對不對 沒錯 那大家來說都是在說 而這個柬埔寨的寫字樓方面 那個租金也是有上漲了 也是上漲了3% 反而寫字樓漲得多 可能真的很多外資或者是一些銀行進去投資 所以如果我們能夠在鑽石島 可以留意一下那邊的物業 都可以留意一下是不是 其實是的 為什麼來說呢 其實我們來說很多財富是追逐彩虹的 你看到那麼多的投資者 或者那麼多我們無論是台灣 日本 中國 香港的基金 都不約而同去掘金 即是我們叫做快人一步下去柬埔寨 先起一些基建 也是基建來講 原來他們剛才所說的 他們的資源非常之豐富 無論是農產資源 和海岸線的資源 還有就是他們裏面的隕藏 都是非常之豐富的 還有原來柬埔寨 真的個個都不用做 為什麼他太多資源 個個都是有能力的 所以我們這樣說 他的財富的效應非常之強 你說得對呀 對呀 其實柬埔寨人真的不用怎麼做 對呀 因為他本身的天然資源非常之豐富 亦沒有天災 沒有颱風、地震、 或者下冰雹 是沒有這些的 所以其實他的物產資源非常之豐富 柬埔寨人除了有石油 亦都有紅寶石、藍寶石、金礦、 康沙、栗沙、 或者一些銅、鋁 都是非常之多的 所以有機會真的希望疫情後 快點通關 可以和各位朋友 一起去柬埔寨那裏 吃點東西啦 亦都是去掘金 掘金 掘金 跟中國發展的關係一直都很良好 如果在東南亞裏面 能夠有三十多年發展 跟中國的關係那麼良好 就只有柬埔寨 但是為什麼呢 其實在某個程度 在戰略上 中國是必定會幫柬埔寨的 但是柬埔寨又很聰明 他又可以是 兩邊逢源 他跟美國的關係都很好 所以領治到很多 我們中國很多時候 我們的企業家 其實因為我們中國很多時候 受了一些叫做柬埔寨限制 領治到很多的廠 其實都已經是去 去柬埔寨去做他的實驗 我們說現在去掘金那班人 其實去柬埔寨做他的實驗的時候 產生我們叫做柬埔寨 不用柬埔寨的 他的貨物 去全世界的時候 有一些叫做低關稅 凌成了我們真的有市場 賺到錢 而他們帶動了 他們一定要引入技術的時候 有很多的招移人士 領治到他對房屋 高端的住宅的需求 就有一個很高的訴求 你說得很對 好像柬埔寨的租金回報 可以這麼高 甚至可以說在東南亞之中 柬埔寨的租金回報 達到7至8厘 走不掉 為什麼會這麼高呢 因為剛才汪努說出了一個重點 就是很多高端的專業人士 派到柬埔寨工作 租樓是公司付錢的 不用省的 說得是 住貴一點 住漂亮一點 蔡老闆也進來了 謝謝蔡老闆 謝謝蔡老闆 所以我們看投資 我們說是多角度多層次 去看大方向有沒有得去做 我們發覺來講 源源不絕 基建各方面人才 都會進入柬埔寨 最重要是還有一件事 有沒有水 原來因為CRS的關係 大量的資金湧在柬埔寨裡面 其實它是大把水 有水 有人才 有發展機會 還有一個 背靠中國 為什麼來講 其實柬埔寨對出的海盜 其實我們也是中國一帶一路必然的海盜 海盜來說也是在講中國 在西克魯克港 其實租了70%的海岸線地 是做中國城 也租了70年 你看到政戰略價值 其實永遠是有背靠一個 最大的大佬 其實柬埔寨日後的發展 其實大家都可以放心 我們在講投資 10年 10年20年之間 不要太長 不要看那麼久 我們看看這段時間 如果你是很穩定的投資 那你的出手時間 就是越早越好 好啊 既然安良也講到 西克魯克港 也透露一點 好像大家都知道 剛才講中國 中國幫柬埔寨也是 連接這個 由金邊 去這個 西克魯克港的 一個主要的角度 四號公路 的 通車了 通車了嗎 未通車 現在正在通車 OK 預計2025年就會正式通車 將會由金邊繼續帶動西港的發展 所以我們不僅是賣樓 我對柬埔寨的地皮都非常關注 是吧 我知道了 超超在西面西港都團了很多 團了很多 如果你有朋友需要柬埔寨的了解地 就找一下超超 找我們行鞋 是的 不如在我們節目結束之前 John 我們不如給一些柬埔寨的 食物相片 讓他們留下 生活 我們的環境 那個意態 我們不要當柬埔寨還是很荒涼 給你看看一些好東西 看看一些生活相片 商場 不要緊 商場 這是商場出 我們看到大型的商場 不要緊 蔡老闆也遲了來 我們看看 Eon Mall 第3期 都是興建的了 是的 我們1、2、3期 其實這麼小的地方 整個金邊 是有3個澳門那麼大 超超 但它融立了 Eon Mall 是有3個的 大家看到很多車 給了Eon Mall 給了Eon Mall 是的 我們看到商場 我們也可以看到 其實 我們經常說商場 不會亂起的 這個超超 是 商場是有 有需求 人口那麼大 有那麼多的高消費力 因為先配合到商場 商戶才會進去的 是的 所以我們看到商場 能夠前期規劃 各方面能夠做到 所有的事情 看到商場 就是那個商圈非常成熟 是的 譬如我去到柬埔寨 多數都是在Eon Mall 這裏游走 因為怕曬 通常都是在Eon Mall 吃東西 但那裏的消費 絕對不便宜 基本上吃東西的消費 跟在香港 深圳差不多 是不是 那邊可以說是 那些年輕人的消費力真的很高 5-6元美金吃碗門湯圓 是嗎 是的 嘩 真的是 5-6元美金 如果你在那邊來說 租間酒店的房大約有多少錢 如果一般來說 如果是 一萬 如果是一個最高級的 現在暫時的 這個Rosewood Hotel 就是最高端 大約是千多元港幣 千多元港幣 都拍得住香港的 四五星級酒店的 價錢 質素也非常好 我上次去就去了 Rosewood Hotel Rosewood Hotel 就沒有入住過 但是一般的酒店 譬如你說四星 都去到六七百元港幣 反而來說 除了講投資之外 其實柬埔寨 另一個行業 其實是旅遊業 旅遊業來說 其實對整個柬埔寨 其實我們這麼說 是一個最大的輸出 我們很多時候 我們去到柬埔寨 第一個就是去什麼 YouTube拍照呢 我們第一個就是去紀念碑 皇宮 Laga就去 Laga就去 消遣一下 是不是 就再去北面 看一些不歌曲 是不是這樣說 是的 我們很多時候來說 我們又要懂得玩懂得吃的 又是這樣說 我們想娛樂一下 當然要入賭場 原來柬埔寨的賭場 其實是東南亞 未來是一個最大的亮點 是不是 是的 而我們接下來的行業 亦即將推出柬埔寨金邊的一個高端的住宅項目 叫金會 就是剛才汪龍所說的西哈魯克大道 最主要的降度 是柬埔寨暫時最高的一個高級住宅 我們下一個星期 就會是 多少米 我忘記了多少米 我知道是最高的 我們對數字是非常敏感的 那就是252米 252米 252米 所以我們看到 其實我們也是這樣說 認住柬埔寨最簡單的金邊在哪裏 最重要認住這條街是西哈魯克大道 沒錯 所以 由於我們接下來 會是6月19日和20日 都會做這個展銷會 6月19日 就是尖沙咀的海景加福酒店 12點和3點 在海景加福酒店 看到我們會推出柬埔寨的項目 解釋多一點 沒錯 所以未來的一個星期 下個星期我們會繼續和阿瓦咀 繼續和大家在柬埔寨吃東西 繼續眼睛去旅行 在節目結束之前 阿John已經是 把柬埔寨的食物 可以給大家欣賞一下 大家看到了 阿John 這個我很喜歡吃 這是一個阿瓦咀你會煮菜 這是炒的胡椒 但是它是柬埔寨的鮮胡椒 大家一串 很香 這個綠色的胡椒 其實是一串串在樹上摘出來 如果我們變成黑色 如果我們變成黑色的話 平時我們那隻是磨的 黑色的磨 它是新鮮胡椒 黑色的是不是炒了 不是炒了是乾了 曬乾了 曬乾了磨 如果你不乾是磨不到的 如果有水份的話 很香 香到整間房間都香 我最喜歡吃新鮮胡椒 炒魷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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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還有一張照片 John O 看看另外一張照片 大家看到了 在減豪宅 很放鬆 很放鬆 富貴的人 在這個 Rosewood Hotel 這個減豪宅最貴的酒店 Rosewood Hotel 就吃了一個 High Tea Johnny就請了 High Tea 大家看到了 住一晚要一千元美金 要不要一千元 我不用一千元 看你住什麼房間 我沒有你那麼富貴 羅船長 吃一頓飯也可能要幾百元美金 大家看到格局 跟香港的五六星級酒店 燒飯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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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這張照片 就是一些金邊粉 金邊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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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金邊 金邊的特產 還是金邊 應該也是 揚州炒飯 是揚州 是不是搞懶惰 那麼開心 如果有些什麼 其實我們這麼說 行客來說 也是這麼說 一往的宗旨 帶一些好東西 有價值的東西 無論是大灣區也好 一帶一路也好 我們都是去一些叫做 休職的項目 是吧 我們除了推介之外 其實給大家 還有一個叫做基本 或者是 介紹的那種概念 一定概念 相信今天就是 因為遲了一點 50分鐘的節目 差不多一個小時 差不多了 跟各位香港朋友 都分享了 和我柬埔寨有一個初步的形式 下個星期三 柴魚飯後 繼續約了大家 OK 下星期三見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